几个学设计的年轻学子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发现了当地改鞋的风气很盛行 客户只要讲出自己想要的风格 让设计师发挥创意 就可以把鞋子改成独一无二的款式 回台湾之后他们复制了创意 在国际上闯出了名号 也吸引到了国外的顾客 一双双有着迷彩军事风格的球鞋 一定让军事迷很感兴趣 但这几双球鞋可是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双 不是球鞋厂商出的限定版 而是这些鞋子全部都是台湾的设计师 自己改造出来的 要将原本纯白的球鞋画上图案 穿上后又不会掉色 需要相当多的手续 设计师一开始得将鞋子上的蜡推掉 才能让下一步更加容易 上色的过程更加复杂 通常得重复上色好几次 颜色才会显现出来 其实这种改鞋风气在国外相当盛行 客户在提供鞋子后 讲出自己想要的感觉 两方讨论之后 就能设计出一款有个人风格 又独一无二的鞋子 改成是八思光年的配色 翅膀的部分是红白色的 然后身上大概是有 亮绿色跟紫色 那我们会针对那样子去设计出 大概三到五种的创意 这几名年轻的设计师在国外看到后 回来台湾从事相关的创作 已经闯下不小的名号 有着不少的外国客户 都指明要他们来改鞋 他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创作 让台湾在国际的设计圈中受到重视